西九龍沿河一帶經過多年的發展和演變 已經成為香港的重要發展地區之一 而位於西九龍最南端的西九文化區 更加是其中的重要發展項目 目的是提升香港的文化水平 同時亦為區內注入強大的活力和商機 隨著廣深港高鐵去年通車之後 更加進一步增加周邊地區的人流和經濟活動 南昌站最近有新盤推出 南昌和九龍站同樣位處西九龍只是兩站資格 究竟在南昌站上蓋的物業潛力是怎樣 可否成為後起之秀 又是否適合用家和投資者入手呢 今天我們請來中原地產高級區域營業董事Michael和我們聊天 Michael你好 Karen你好 想問一下這一區的發展近況是怎樣 繼大型發展商高價奪得長沙環 興華街西對出的用地之後 在今年初申請興建一棟25層高綜合酒店 預計最快2024年國城 這個地段屬於臨海地段 發展商計劃在酒店對出打造一個對外開放的海濱長廊 而且還有兩條全日開放的衡陽通道 連接這個酒店項目海濱走廊和港鐵南昌站 在這個情況是絕對有助提升附近居民的生活面貌和物業價值 另外西九龍高鐵站上去的商用地址 已經納入了今年第三季的賣地表裏面 可見的樓面去到316萬平方尺 相信日後落成之後 九龍站一帶將會成為新一代的商業區的重點區域 對於距離商業區兩站之間的南昌站匯曬 這個住宅項目一定在租務和買賣市場上 帶來一個正面的效益 那南昌站這一陣子的租務近況又是怎樣呢 位於南昌站的匯曬一二期已經入貨了 一直以來都是全部優質的租客群 在2019年1月份至7月份 我們都錄到超過500宗的租務成交 而過往奧運站和九龍站的新型住宅物業落成的話 一直都備受到租客的追捧 未來再加上西九龍高鐵站發展的商業樓面落成之後 相信對於住宅單位的需求必定是有真無膽 看回生活配套方面 最新開幕的有位於南昌站上蓋 大約30萬平方呎的大型購物商場V-Walk 場內接近150個商店和各大連鎖美食店等等 將會成為南昌站的新地標 交通方面隨著廣深港高鐵通車之後 從西九龍往來中港兩地就變得更加快自方便 而V-Walk也設有直通巴士站 可以去到廣東省的各大城市 大家都知道 南昌站就是東沖線和西鐵線的回聚點 只需要三個站 就可以去到港島的IFC 至於路面方面 深旺道有多條的巴士和小巴線 為居民帶來更加方便的交通閒線 最新推出位於南昌站上蓋的回聚3 由D2出口走過去只需要15步的路程 項目由三棟高座和兩棟低座組成 提供1172個單位 標準單位間隔由開放式至5房 實用面積267至2171平方尺 物業就設有商會所分兩期發展 第一期會所面積超過18萬平方尺 為住客提供多元化的休閒生活 會在三天提供細單位為主 加上物業本身的質素 配合將來西九站商業樓面落成 和交通方面等的優勢 有助進一步引入優質的租客 相信是適合作投資的用途